成功赢得国民党2020党内初选 高雄市长韩国瑜人气到底有多旺 据岛内多家媒体和机构民调结果显示 韩国瑜2020选举无论对战谁 民调都位居第一 其中台湾TVBS的民调显示 在三组鼎立的状况下 国民党的韩国瑜将以40% 领先民进党蔡英文的28% 以及柯文哲的27% 而如果是蔡英文与韩国瑜两人 韩国瑜的支持度为48% 依旧领先蔡英文的44% 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的民调结果也显示 韩国瑜以37.2%的支持度 领先蔡英文的25% 以及柯文哲的21.5% 而如果是蓝绿对决 韩国瑜则以44.2%的支持度 领先蔡英文的37.2% 不过尽管韩国瑜保持高人气 但国民党内的整合才刚刚开始 大家都能够把一些小我 情绪性的东西把它挪开 我会整个结合起来 请大家团结起来 用我最大的诚意 喊话要割小爱换大爱 韩国瑜整合三部曲 先向郭台铭递出橄榄枝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没有批判过任何人 那从郭台铭董事长来说 有的时候他讲话会比较着急 对于未来见了面之后 大家能够相谈欢 然后共识高 我觉得这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韩国瑜发出的简讯 郭台铭还没回 而和王金平约好的火锅会 也临时喊咖 最强战队怎么整合 党内大佬纷纷出动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18号 更是温情喊话郭台铭 希望他不要脱党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马英九19号也表示 会尽全力帮忙进行国民党整合 要跟郭董说不要脱党 我还没有碰到他 还没有碰到他 市长要跟你讲了什么 我们希望他不会 郭董事长会不会跟他联系 现在还没有 会帮他的韩国瑜做活动吗 我怎样能帮他忙呢 全力以赴 国民党整合 当然当然 我们会全力 而郭台铭虽然人在日本 但发了一篇脸书文 说到自己此前参选时 提倡的教育政策 说自己四十多年工作习惯了 要放空也不是很容易 决定还是发挥台湾老牛精神 学到老 做到老 拼到老 郭台铭重申自己是台湾的最强外挂 尽我所能 现在不为名利 只为理想 似乎在为日后的政治路 埋下伏笔 给他一些时间让他沉淀一下 我相信他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所以他这些动作可能不会是对国民党不利的 我相信以他的智慧他会做出 对台湾有利的事情 温情喊话少不了 但要真的团结 关键在如何建立沟通管道 快速整合各方能量 我知道韩市长在做非常多的努力 而且在各方面也得到一些正面的回应 所有我们能够联系 只要有利于党内整合的事情 我们都会全力来做